欢迎来到404大物馆 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3月21日 多家媒体报道了一则励志新闻 211毕业生收废品月入过外 不该让学历成为束缚自己的枷锁 新闻标题还呼应了几天前 官媒评孔一己文学的翻车文章 暗指当代年轻人应放下读书人的身段 松开学历对自己的束缚 脚踏实地的做事 一样可以实现自身价值 然而收废品月入过外的报道 却再度评论区翻车 除了一些网民集中质疑报道的真实性外 还有许多网民批评 这类新闻导向存在严重问题 中国数字时代编辑 摘选了来自微博和推特的网友评论 网友贪吃小猪Jackson评论说 用胶带来打包废纸板 演戏也麻烦你用点心 网友咔咔11880评论说 1万元每天就是333元 我在郑州卖过纸箱 基本就是0.5元一斤 所以每天都要收666斤 基本一个住户在装修的时候 才会有这么多纸箱 以我的经验 我装修三个月 共卖出30元的纸箱 一般都是大眼来收 收一家因为要捆绑 来回就是要两个小时 每天工作10个小时 收入是300元 但是300元是收入 还不是利润 网友迎接未知的202X评论说 前有孔一挤 后有收破烂 网友 著名狠人胖虎 评论说 新闻里各个月薪过万 现实中全是月薪三千 中国数字时代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 中国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 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 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legram平台项目投稿 为记录和对抗 中国网络审查 做出你的贡献 投稿地址 请见文资简介 阅读更多内容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